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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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裡鬧鐘取靜 生活機能不錯啦 每個人來都先問為什麼房租這麼便宜 我也老實說 這裡就是電壓一直出問題 常常會跳電啦 叫水電的來看幾次都修不好 能接受就租 不能接受就不要租 好 我租了 小姐你要考慮清楚 你不怕黑齁 應該還好 反正也只是先找個臨時住處 之後再找新的就好 當天晚上跟我住同廁的住戶 剛好打開房門 哈囉 你是今天剛搬進來的住戶嗎 對啊 我就住你樓上 叫我小芸就好 請多多指教 我是Ian 房東沒有跟你說這裡會跳電嗎 有啊 但他說通常跳電頂多一兩分鐘 就會恢復了 我想說這樣應該還好 是這樣沒錯啦 但原本住三樓的兩個女生 都受不了搬走了 我沒想到還有人會搬進來 你幹嘛講這些啦 害我本來不在意都在意起來了 哈哈 習慣就好啦 我就住在樓下 有什麼問題都可以來找我 好喔 謝謝你 回到房間後 我的眼前突然一黑 我摸索著向前進 摸到床圓的瞬間 房間的燈又亮了 剛剛過了多久 有三十秒左右吧 於是我匆匆地上床睡了 決定不再去搶跳電的事 隔天我開始了上班族的新生活 任職一間小公司的文案企劃 基本上就工作跟責任制畫上等號 每天都忙到焦頭爛額 回家通常都八九點了 洗完澡只想馬上關燈睡覺 就算發生跳電我也不會注意到 到了周六我又在樓梯間巧遇一眼 嗨 這幾天住的還行嗎 還可以啊 每天工作超累 回家倒頭就睡了 哦 這樣啊 怎麼了嗎 發生什麼事了 其實我覺得比較有可能 是我精神不好啦 總之 昨晚大概十一點多的時候 有跳電了 那時候我躺在床上滑手機 結果手機掉了 我馬上就想撿起來 但怎麼摸都摸不到 後來燈亮了 我才看到手機跑到另一端的床角 但我只是手滑 不可能滑到那麼遠啊 也不一定吧 說不定你當下其實摔得很大力 只是你沒感覺而已 但是我在找手機的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有個感覺 好像房間裡不只有我 還有別的人存在 回到房間後 我腦袋裡都是關於一眼的事 晚上洗澡時 我遭遇了第二次條件 頭上的泡沫才沖到一半 瞬間又變得一片漆黑 水滴在地上的聲音 變得無比清晰 我伸手想要觸碰牆面或洗手台 而在我觸碰到牆面的瞬間 店就剛好來了 剛剛的緊張壓迫感 也瞬間消失 我想了想 決定去賣場買一組香氛蠟燭 放在房間 以防下次跳電 這樣應該就沒問題了吧 現在 我早早就洗好澡 點起了蠟燭 暖暖的茉莉香氣 立刻飄散了出 讓我心情一陣放鬆 突然間一陣黑暗 看來我又遇到了第三次的跳電 等等 那我剛剛點的蠟燭呢 為什麼現在一點光亮都沒有 發現了 猜猜我是誰 我想 我該向房東要回一半的定金 我來看幾乎 我便宜了 一直坐在這間 我看幾乎 你還可以找我 我這次的地方 你噢 我來看幾乎 你比較冷 你當中的轉型 尿墨 我只是在那裡 你身材 鳴石 嗨,大家好,我是PTTModel版常駐作家Anywell8081什麼都好 那今天很高興獲得為TVA Drop Taiwan的邀請來做一個訪談 希望大家會喜歡我的作品 停電這個故事最原始的靈感是 有一句話是,他是這樣講,但是我忘記就是原文 那他答義就是說人類害怕的不是黑暗本身 而是害怕黑暗中他們想像到的其他東西 對,所以我是從這個當作出發點去寫停電這篇圖 然後因為有一部泰國電影叫《鬼影》 就是那部電影就是,滿推薦大家去看的 對對對,我不想破梗,我怕被說是爆雷 但是總之那部電影也給我一些啟發 就是我覺得那電影營造的那個狀態是很可怕的 所以當在黑暗的環境中就是發現類似的狀況 我會覺得很有恐懼感 那我覺得很有恐懼感的東西 我就會覺得那觀察片我會覺得很可怕吧 所以我就寫了停電這篇文章 We are WebTV Asia